中共中央政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18号在阿比让同科特迪瓦外长阿多姆举行会谈 两国外长表示会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 坚定相互支持 科方已重申一个中国原则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王毅说中科两国互利和作取得丰硕成果 很高兴为科特迪瓦成功举办非洲杯 做出了中国贡献 愿同科方一道以两国元首中央共识为指引 规划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 开辟新时代中科关系新前景 王毅表示 科特迪瓦是他此次新年非洲之行的收官之战 到访非洲四国领导人都第一时间 态度鲜明地公开坚定支持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支持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充分彰显了中非相互支持的优良传统 中国将永远同非洲站在一起 坚定支持非洲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民族尊严 将非洲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王毅强调 中非合作论坛推动中非合作取得巨大成就 将继续加强同非洲的发展战略对接 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阿多姆说科特迪瓦克守一个中国原则 认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 支持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捍卫正当权益 双方还就西非地区形势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